把今天的这个程式再衍生一下 那里面的话其中当然就是把图改一下 之外的话呢就是说 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再找其他的范例 那我在WHO里面其实有一些标准 它的标准好像就 变成本来我们刚刚是 成年是三个label 它是变成四个label了 为什么因为现在好像越来越长寿了 所以它把WHO分成四个label 所以青年人我刚刚是18到30 它现在变成说青年是到65岁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因为少子化加上老人人口太多了 所以其实 等于65岁其实反而不应该退休的 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就业 不然的话这些人在 在家干嘛 其实也没什么事做 对不对 那所以反而你应该出来 对 做一些 可能做一些事情吧 所以青年人可能慢慢延伸了 所以这样讲起来 以后你们 应该未来很多 就是 可能需要在就业的时间会拉很长 那中年人的话变成66岁要79 老年人变成到90岁 所以 还有一个叫长寿老人是100岁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图 找一下 看有没有对应的关系 所以你把它做个变化 变化题部分 我是希望说 你可以改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换一个题目 底下有一个题目 你们自己做做看好了 这一题我就不特别讲 就是输入成绩之后 判断说到底是 ABCD 哪一个 然后也许你可以甚至 可以在底下出现一个图吧 这个图 要怎么呈现 有没有 就是一些梗图吧 你们自己找找看吧 比如说他如果是A的话 那你可以给他一个很棒的一个图 然后 B的话可能在加油 C的话呢可能就是 要更努力吧 D的话是很惨 之类的 反正就一个梗图 在下面显示出来 那你可以再做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判断成绩的 一个 App的变化 OK 然后 界面它还长这样 程式的话大概跟刚刚 前面其实差不了多少 至于我这边上面有个权域的变数 这个不加 没关系 加的也OK 只是说把这个资料先丢给这个权域变数 再把变数资料放到这边来 到底是一样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程式其实我有把它改成没有权域变数 就大概长这样 所以其实比较容易出错的应该 是这个啦 就是 把那个本来逻辑只有 一辅 跟 否则 加了这两个 那加这两个其实是从这个齿纹这边把它加进来 那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 雨 特别重要 这个是雨 不是祸 如果你的这个地方出现是用祸 那最后结果 一定会有不一样 其他的话就是图档 自己把它加一下 OK 那所以今天大概进度原则上是 大概这样吧 那后面其实 再来我们就要再写一个 BMI的计算 这个难度又更高 复杂度呢 也会比今天的还要更高 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输入条件 那这边的BMI的话就两个输入条件 应该知道BMI吧 计算你的体重标准 那我是希望说输入完之后 按开始计算 他BMI显示之后 并且跟他讲说他的 BMI值 到底是正常 还是过轻 所以你会发现 他BMI输入之后 他的逻辑派就更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正常范围 还有过轻 那过胖的话还更多 123 4个 所以总共有6种逻辑派 6种 所以这边的话 但其实逻辑都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有兴趣同学 也许自己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底下的范例 画面再先还给各位一下 剩下的时间 请各位把 刚刚的这个 判断年龄的这个范例App 完成 那佼佼一样佼佼两个东西 一个是APK 一个是AIA的专案档 这两个 另外也请大家 自己再去找一个题目来练习 如果现在找不到 你至少可以做那个什么 判断成绩的这个范例OK 那我是建议 尽量就是说你用直觉的在写程式 如果 就是说有些地方不要 看我 云端上的 你可以自己用你自己的直觉 去把那个程式给写 如果可以写出来 那将来你在 写App应该就很流畅 主要要学习的是那个什么 图像化的那个程式设计的观念 OK 然后再想想看 因为期末的部分 我是希望说各位可以做一个 你想要做你想要呈现的一个 一个题目 这个至于这个题目是什么内容 恐怕你们可以自己在 稍微动一点脑筋 你想做的 然后可以呈现 那我是我的期 期望是希望能够 做的内容 是跟这个 就是 文学有关的 可能中文系里面 看你是要呈现诗词曲的 还是一些 作者啦 或者是一些文学性的理论也没关系 反正你可以在App里面 秀出一个 你想要呈现的东西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自己在想想看